这后面是 若论其实如本评所明 自知往生亦非亦死 这是确确实实的 这一评 三倍往生平里面所讲的 跟我们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真实的死 多了之后 也许你就晓得 它不是一个容易死去 比起八万四千发门容易 是跟八万四千比较 因为八万四千要断烦恼 这个不断烦恼容易 但是如何把烦恼扶住 你要是扶不住 纵然念佛念一辈子 不能往生 所以带业 带旧业 不带新业 过去生中的烦恼 能带去 这一生当中 在往生之前 那些烦恼 最后一念 临终最后一念 是佛后 那你就多能带得去 如果临终最后一念 不是阿弥陀佛 你就完全带不去了 你还得随夜流转 也就是继续去高六道轮回 人死了以后到哪一道 哪一个业力 力量最强 引导它去投胎 为什么人死了之后 多得出生 它糊涂 愚痴 没智慧 为什么有人死了之后 的恶鬼 它贪心中 它虽然不糊涂 念念没有忘记 贪婪 有人临终之后 就到地狱去了 惩慧心太重 嫉妒心很重 报复的心很重 这就到地狱去了 有人死了之后 他到人道来了 人道是冷藏的心中 念念没有忘掉 能离到得 念念想到 孝提忠心 离异廉耻 这都人道来了 念念是慈悲 念念是 舍下 这个人就伸天去了 都是最后的一念 我们试想一想看 我们最后的一念 是什么念头 这个重要 把握最后的一念 就是决定往生进度 真正想求生极乐世界 不能不懂这个道理 这是关系我们来寻 一丝毫都不能查错 我们天天在训练自己 训练什么 用这句佛号 复烦恼 养成一个习惯 到最后临终 一念 我们是阿弥陀佛 我们就成功了 就得到最后的一念 感谢观看